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中国国安新规7月1日起正式生效 根据相关规定,在前提明确,对象明确,流程明确的情况下 执法人员有权调查人们的电子装置 无论是中国人民或附中的游客皆需配合相关检查 上述新规是中共强化反间谍法执法的一环 反间谍法修正案去年7月开始实施 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 禁止传输任何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 并赋予当局对任何人实施出境禁令的能力 以及调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广泛权利 今年4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公布 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 扩大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设备的权利 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外界分析,接下来不仅外国人有可能被检查手机 电脑,就连从外地回国的中国人也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 中国国家安全部于2024年4月26日公布了新的执法程序规定 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生效 这些新规定总结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扩大了执法人员检查个人电子设备的权利 第二,在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只需是及以上国家安全负责人批准 出示警察证或侦察证即可当场检查电子设备 第三,执法人员可以采取措施保护电子设备 包括将犯罪嫌疑人或相关人员与设备分离 这些新规定的影响引发了多方面的担忧 比如,入境检查 外籍人士和归国的中国公民在入境时可能面临手机和电脑的检查 规定赋予了执法人员广泛的权利 可能导致隐私侵犯 且规定的模糊定义 紧急情况的定义不明确 可能给执法人员带来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同时在国际关系上 这些规定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 通过这些规定 不难发现 中国政府加强社会控制和信息管理的趋势愈演愈烈 一些分析认为 这些措施与中国面临的内外压力有关 同时 这些规定可能是将过往中共国已有的执法实践法律化 面对这些新规定 我觉得个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信息管理 在入境中国前审慎管理设备中的敏感信息 第二,考虑使用专门的旅行设备 避免携带包含敏感信息的主要设备 第三,当你准备去往中国前 要熟悉相关法律和自身权利 以便在必要时应对 第四,当你在中国境内使用电子设备时 保持警惕 避免存储或传播敏感信息 第五,在中国墙内 要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第六,如遇问题 及时联系本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总的来说 这些新规定反映了中国在国家安全 和信息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 无论是访问中国的外国人 还是中国公民都需要提高警惕 谨慎管理个人信息和电子设备使用 同时,国际社会也需要密切关注 这些政策变化对全球交流和商务活动的潜在影响 那么,在中国墙内的群体 这些规定会对其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是日常监管的加强 虽然新规主要针对入境检查 但也赋予了执法人员在国内更广泛的权利 来检查个人电子设备 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 公民可能面临更频繁的电子设备检查 其次,新规定允许执法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检查电子设备 但紧急情况的定义模糊 这可能导致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 影响日常通讯和信息存储习惯 第三,就是自我审查的无限放大 知道自己的电子设备随时可能被检查 可能会导致人们增加自我审查 谨慎对待在设备上存储的内容和进行的通讯 除此以外,对于某些群体 如台湾人、外国人或经常出入境的商务人士 影响可能更为显著 他们可能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电子设备和信息 另外,人们可能会更加谨慎地使用社交媒体 特别是在讨论敏感话题或使用VPN翻墙时 虽然这些规定主要针对国家安全和入境检查 但他们的存在和可能的执行 确实可能对国内日常生活产生间接影响 公民可能需要更加注意信息安全 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更高的警惕性 然而,对于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来说 日常生活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直接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新规定反映了 中国在国家安全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心理状态 特别是在信息管理和电子设备使用方面 不过,中共国安部驳斥了所有入境者都需接受手机检查的说法 并宣称,国安新规的执法程序有三个明确的规范 查验前提必须是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 查验对象必须是与反间谍工作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查验流程必须经社区的市及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 尽管中共当局声称相关法规是为了打击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等间谍行为 不会查验普通入境人员 但日前韩国与台湾纷纷向国民发布警示信息 提醒复华风险 韩国国情院6月27日表示 由于中共政府7月起将加大国安机关对电子设备 进行临时检查的权限 因此,韩国公民附中需留意相关风险 韩国国情院表示 中国相关部门一旦认定任何人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可以单方面获取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照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隐私的信息 还可给予扣押和罚款等处罚 此外,透过翻墙软件 使用Facebook、Instagram或CacaoTalk等在华进用的应用程序 也可能成为临检对象 台湾陆委会也在6月27日调整对中港澳的旅游警示 由黄色调升为橘色,并指出中共近年来大幅修正 增定国安相关法规 内容文字模糊,增加了误处法令风险 因此建议民众审慎评估前往中国的必要性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 警示登号的用意是提醒国人 关于中国的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的存在 他也透露 最近获悉台商遭控违反国安法的案例涉案原因不明 此外 自中共2014年首次通过反间谍法以来 有关当局已拘留了至少17名日本国民 其中5人尚未获释 去年10月 日本药厂安斯泰莱制药集团的一名员工在中国被拘捕 罪名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今年3月媒体报道称 中共检方正审查此案 考虑是否予以起诉 多名日本国民在华被拘留 是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表示 将继续敦促北京释放遭拘留 即因间谍指控被判入狱的日本公民 指控被判入狱了 那么ね 谢谢大家